大家好 欢迎观看真观点 我是真飞 你们注意到了吗 最近比尔盖茨挺活跃 他作为新冠疫苗的形象大使四处宣传 这两天又发布新的影片 说为了防止下一次疫情的爆发 他要建立一个全球警报系统 推出大型测试诊断平台 每周可以检测到全球人口的20% 而且还要配上能够及时消灭疫情的消防队 在这个计划中 检测和实时追踪 将会变成人们生活的新常态 那不是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没隐私了 他怎么能实现这么大范围人口的检测和追踪呢 还有一个下流媒体不会报的消息 盖茨 索罗斯和洛克菲勒家族都被告上了秘鲁的法院 而前两天法院居然判他们有罪 什么事啊 创造了这次新冠疫情 说实话 我看到这个消息都以为是假新闻 阴谋论 但是想到盖茨和疫苗 最近太热了点 但是这里面到底是个什么具体情况 看到的倒是很少 你们知道吗 被下流媒体称作阴谋论的东西 很可能就有真相了 所以好奇心驱使之下 我去找了这个消息的源头 是一篇西班牙语的文章 里面还有法院文件的截图 所以看来这法院确实是审判了这三名大富豪 在法官的判决书里面写着 虽然没法证明被告事先知道这一次疫情的到来 但是疫情的始作俑者肯定是新世界秩序的创造者们 比如比尔·盖茨 索罗斯和洛克菲勒 是他们在秘密引导这一次疫情的大爆发 哇哦 够惊爆啊 我们就来讲讲盖茨与疫苗的那些事儿 但是这个内容很多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松又客观的了解全貌 我们要分两次来讲 今天主要是要来说在盖茨的慈善活动当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盖茨基金会 再延伸到富豪们的慈善产业 这背后的阴谋我估计你绝对想不到 如果不信的话看到最后我们证实一下 继续之前提醒您要给我点赞哦 而且还要订阅 登观点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小时候看新闻对于像盖茨这种顶级富豪 把财产全部捐给慈善而不留给子孙的善觉 总是很感慨 觉得他们伟大 教育有方 对于那些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基金会 也只是觉得那是个遥远而又神秘 为社会造福的高大善和金库 现在想起来 只想说 曾经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真实的这个慈善世界 远远比回馈社会做善事要复杂的多 很多研究发现 亿万富豪们最热衷的嗜好就是做慈善 哇 世界太美好吗 显然不是 那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富豪都不会避免的要去行善呢 浅层原因当然就是避税了 但是如果你认为只是避税的话 那就太小看当代富豪们的慈善游戏了 这里面还有非常复杂的深层目的 当今慈善已经变了位 不仅成为富豪们的另外一个赚钱工具 而且是富豪们影响世界的手段 你可以想象富豪们是如何用慈善基金会 来影响国家的政策 我们的生活和孩子们的课本的吗 你想不想知道世界顶级富豪们的基金会 是怎么运作的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富豪做慈善的目的 首先当然就是避税了 举个例子 作用900亿美元财富的比尔盖茨百年之后 如果将财富作为遗产传给儿女 那在儿女接受遗产的当日就得缴税高达50% 就是450亿的遗产税 但是将资产转移到慈善基金会 并且将基金会交由儿女管理 就不需要缴任何的税款了 但是这也仅仅是慈善基金会表面的好处而已 核心的利益并不在此 对于富豪来说 核心价值还是巩固和保持家族的利益 突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以前大富之家富不过三代 主要原因可能有家里出了白家子 或者把这个巨额财产留作遗产 子孙后代为了遗产大大出手 又自行决定如何分配等等 这些内部的原因都可能会陷入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但是有了基金会就不一样了 发明这个玩法的石油大王 作为地球上第一位亿万富翁的洛克菲勒家族 已经稳稳的把财产传到了第六代了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 洛克菲勒基金会就被美国的总检察长 谴责为只是为了使巨额财富无限期的传承下去 而完全不符合公众的利益 那么基金会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保住家族富过三代的呢 洛克菲勒第三代家族成员 第41任美国副总统大卫洛克菲勒说过一句话 成功的关键是名下不拥有任何的财产 但是却能控制一切 这句话用在基金会上就恰如其分 基金会就是把家族财富的所有权 和使用权分离开了 怎么说呢 基金会的钱 所有权名义上是属于公众的 但是使用权却在家族成员手上 比如在基金会里面 好像一位家族成员表面上认知普通 但是他却掌握着董事长的任免大权 那就是说董事长也不过是给这个家族的高薪打工仔 最大权呢还是在这个家族成员的手上 那么控制了基金会就是控制了公司的财产 一时住行各种开支都可以从基金会里面支出啊 你可以没有任何账面财产 但是只要拥有基金会就够够的了 而这对于家族成员来说都不是问题 纳比尔盖茨举例 大家都说他大工无私把财产全捐了 然而盖茨基金会官网上的领导人 清清楚楚的写着的 他自己和老婆 所以绝对控制权还是在盖茨家族 那么对于子孙后代来说 基金会的章程是富豪生前就定好了的 后代只能领钱压根不可能挥霍 而且整个家族财富都在基金会里 传承过程也不会因为财富被分散 而导致家族的竞争力下降 通过基金会也把家族利益长久的捆绑在了一起 家族成员都需要围绕着基金会来贡献各自的力量 对外维持的是家族的影响力 对内基金会就相当于给了子孙们 一个衣食无忧的共产主义社会 对于我们来说 我最常看见的就是哪位富豪又捐了多少钱 但你想一下西方这么多强大的基金会的背后 可是足以影响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实力 那这些钱去了哪里呢? 这些富豪在通过基金会做了些什么呢? 非常震惊的哦继续看 我们只讲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索罗斯和比尔盖茨 先说索罗斯精彩的放在后面 一句话来总结 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就是典型的用金融谋取暴力的例子 他的野心也没有局限在美国本土 早在1996年下流媒体《纽约时报》都很直白的评论过他 尽管其他基金会和慈善家更乐于帮助于穷人和病人 但索罗斯却毫不掩饰的想影响政治议程 还称他是重新定义慈善事业的人 政治议程是什么呢? 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一直在世界各地支持 各类与公共管理事务持异见的群体以及活动 比如Antifa和BLM运动 他的资金远远不断流向社会主义者范围遍布全球 打个比方说大家知道香港的房价很高 香港房价高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地 70%的香港土地没有开发用作公园 虽然有大量的土地 但是香港地产集团豢养的环保组织就是不让开发 政府每次想增加土地供应 环保组织就开始敲锣打鼓游行了 为啥要这么折腾呢? 因为香港人费尽一身血汗钱去供个小房子 地产商才能利益最大化嘛 还有了2013年的乌克兰乱举惊动世界 原因之一是在各种基金以及NGO组织 以慈善的掩饰之下煽动民众去打砸抢烧 而这些组织背后的大金主 都是极具影响力的大基金会 而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 就常年都在干着这些事儿 为啥索罗斯要这么干呢? 当然不是为了给乌克兰人送温暖 而是为了搞乱乌克兰 让这个国家乱起来 若克菲勒有一句名言 当大街上血流成河的时候 就是买入资产的时候 索罗斯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恐怖吧 比尔盖茨就又是另外一种高端的玩法了 盖茨基金会的重要角色之一 就是帮助他让他的钱发挥到最大的影响力 包括和索罗斯一样的改变政治议程 我们举一个盖茨投资34亿美元 改变全美数千万公立学校的教育标准的例子 来看看他是如何用慈善影响公共领域 如何影响孩子们的课本的 2008年两位推行改革的教育人士 在微软的总部游说盖茨夫妇 试图让他们投资一项改革全美公立学校教育的方案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美国已经有各学科的全国标准了 但是因为地方分权制 那各州是有权在参考全国标准的基础上 独立来制定州内的教育政策以及教学标准 而提出的这项改革 就是要让各州分权而至的学校课程归整为统一的课程 会面两周之后盖茨就入局了 仅仅两年盖茨就完成了美国教育政策改革史上最迅速的一个转变 成功的推行了统一全美中小学教育标准的共同核心标准 除了四个州整个美国所有的公立学校都要采用这个统一标准 这是美国教育史上很少出现的统一标准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盖茨夫妇决定了美国数千万公立学校的儿童 将学到什么以及如何学 那么为什么盖茨可以这么快就完成了国家层面的教育体系的改革呢 接下来讲到的又是另外一种慈善基金会常用的手段了 在09年奥巴马政府教育部的决策层中 有很多是直接是盖茨基金会的成员 或者是收受盖茨基金会资助的人 以当时的教育部长阿恩·邓肯为例 他在担任教育部长前是主管芝加哥公立学校的教育官员 在他的管制期间拿到了盖茨基金会2000万的资助 他上任作为教育部长之后为了回报盖茨基金 他提拔了基金会的一些高级官员作为自己的首席员工 还雇用了基金会的项目经理为他的教育部副部长 在盖茨推动共同核心标准的改革当中 这一位教育部长为了刺激各州积极响应 拨出了高达43亿美元的资金作为奖励 包奖给那些最快实行的州 所以从这个事件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明了 波及范围如此之大的全美教育改革 盖茨基金会或者说盖茨本人 已经从商涉入到了镇 这样我又想起了那句话 名下不拥有任何财产但是能控制一切 盖茨无需亲自出手从政 但是已经能影响甚至控制当时的教育部了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还有其他公共领域的政策 有多少是在这些财阀的影响下制定的呢? 而这些财阀中有多少是像索罗斯之类的人呢? 曾经有一项分析发现美国前200名慈善机构 有近半数都对制定公共政策存有兴趣 而与之相对的是美国公共机构 对教育、科学基建以及环境等领域的预算 在逐年下滑 公共部门面临财政问题 而这种公共资源和活力的萎缩 恰会给私人慈善家带来很大的权利 他们可以在教育、科学、环保、医疗等多个领域进行资助 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如果一个美国的政客 对于改善某个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他就可能会试着通过说服一个亿万富翁来实践这个想法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的游说选民 富豪将在这类问题上占据越来越多的主导权 相对的也就降低了普通美国民众的话语权 事实也正是如此 有一项研究将不同收入的人群的政策偏好 与美国实际的政策进行了对比 发现绝大多数普通的美国人的政策喜好 对相关机构能否制定这样的政策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而那些收入排名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的政策偏好 完全对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 与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 就是富豪们倒是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了 尽管盖茨多次自签自己和其他的慈善家 并没有做出过多少贡献 但是也有人批评说这不过是烟雾蛋 目的是掩盖他的私人资金正在社会议程方面 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盖茨基金会的另外一大关注的重点 是儿童和妇女健康以及家庭计划 这一大重点就和疫苗有些关系了 那么盖茨是怎么实现他对于儿童、妇女以及家庭的关注的呢 这种关注给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看到这里 所以富豪们善举的背后是不是很让我们吃惊啊 跟你们说下期会更震惊的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真的只能讲到这里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订阅哦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第一时间观看新的影片 感谢您观看今天的真观点啦 我是真飞 我们很快又再会咯 大家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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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